那刚刚讲的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3页的地方 那我刚刚第一个 其实我是建议你如果要写的话 可以先从写那个清除开始 所以其实清除最简单 sub清除 enter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分别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但如果单工作表那个for i 等于第3列到第40列 如果单工作表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多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把它改成向下追踪的写法 那至于向下追踪的写法 这个记得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将来你的工作表你的资料呢 理论上是不太可能会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不是固定的话 那记得呢就是必须要把它做一个自动追踪的这个效果 那其实程式不困难 然后又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第3页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那理论上刚刚再加上就是说单工作表 那多工作表的切换最关键的就是这个sheets sheets的哪一个工作表 后面加一个方法叫slice slice就是切过去了 所以如果你会切换过去之后 那就可以做 如果说每一个工作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话 那你只要把做单工作表的那个同样的事情的程式 一个回圈放在里面 这样就大体 大体上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如果多工作表的切换 在esale里面其实也并不困难 可是效果却非常的大 尤其是你如果不想要突发链钢 因为经常 其实每天都网路上的那个就是 就是说看到那个影片就发现 哇其实他每天工作其实相当没效率 那当然因为现在人事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会用突发链钢 那当然这个其实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所以通常还是用程式来完成 所以如果你要切工作表的话 记得是shits.slate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我们做完之后 理论上已经蛮接近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可是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个地方 是有错误的 那那个错误发生的原因 以后可能假设将来 如果你们写VBA程式 或者是esale公式 假设有错误 大家还是要知道说原因何在 那怎么样知道原因 其实主要是说你对于那个公式 是完全理解的话 那你其实就很快知道说为什么会出问题 所以因为最后时间的关系 我们最后还是把那个最后的这个程式给讲完 至于那个最后的部分 我又把那个程式也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可以再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程式 那最后呢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只要改向下追踪 一样是向下追踪 因为我们最后的话呢 会错是因为呢我们不知道说到底它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原来贴的时候是M3到M40 那这个40的话指的是所有有几列的意思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让它修改的话 第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多一个变数叫R R等于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几列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复制这个追踪到的 OK 总共呢比如说它第一个工作表是40 40好了那这个就40 那怎么样把这个R放到这个地方 其实道理一样喔 就是套用那个公式双印号两个 先选取40 双印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中间加个R就可以了 那一样呢把and 前后加空白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大功告成 所以基本上喔 只有加上这一行 意思就是追踪到它在哪一个 它的总共列数 然后呢把这个R串在这个40的中间 就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的那个错误 刚刚的错误有没有再发生 那最后其实就是这两个按钮 我们把它清除 你慢慢清除喔 OK 它就自动全部把它清空了 不过清除的话 相对会比较慢一些些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 慢慢去清除 所以建议喔 将来你可以用Range来清除 可能会相对跑的不会那么的久 不然的话如果你 你假如用那个Sales 一个一个清除 我前面有讲过 它变成说一个一个的清除 相对的会效率是很差的 那当然你可以改成Range OK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全部把它清空 因为它是追踪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 再来的话呢 就是输出结果 OK 输出反而比清除快 刚刚这个0组 下面这个地方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会不会出错 下面都没错了 那我随便点一个 这边就101了 没错 办事元65 那这个也就65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呢 就是只是在程式里面加上一个R 把R放在40的位置 就大功告成了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讲完 讲了两个范例 一个是万年例 一个是 这个 人事考评 那后面的话有一些练习题 回去有时间可以再练习看看 像那个饭店管理啦 或者是 有关V的函数相关查询 那下个礼拜我们主要重点是 其实很多资料是没办法用V的函数查询 那怎么办 那可能要用其他的函数 所以回去 就是如果下课之后的话 回去 就是尽量多花一点时间做练习 OK 那最后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的 有没有 开他有没有问题 你那个后来的那个问题 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说明 其实主要是那个程式的顺序 顺序的那个地方是不能改的 如果要改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想一想其他逻辑才有办法 等一下 我这边 不好意思 我这边好像收音 等一下 我这边 改一下 我这边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 OK 听得到 老师我有看你的那个解答 谢谢你 可以吗 没有问题吗 可以 可以可以 OK 谢谢你 不不不不 不然的话今天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在线上 就是云端上留言 OK 然后 可以主要还是多练习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 先到这里 然后 也祝大家 这个 身体健康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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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